大家早 在昨天的时候 整个南部地区的降雨明显 最重要就是西南风带着水汽进来 今天仍然要特别注意 因为水汽的发展量来说 在台湾附近环境场仍然是偏多 当西南风进入陆地的时候 就容易造成明显的降雨 在今天 明天的雨状况要减少了 昨天的温度最高在台北33.9 昨天的雨量的部分 在高雄的三明区最多 到达了131.5毫米 所以从雨量图上也可以看到 南部在南高屏三个地方来说 尤其沿海城镇的朋友 像今天早上也就要注意一些云层的发展 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 整个大环境场都在一个大低压带 而最重要在日本南方有一个低压系统 这个低压系统呢 它最主要就把南边的水汽给拉了上来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整个降雨的现象来说 不是在远方的海面上发展起来 而过来 而都是在我们台湾禁地面的时候 接近陆地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发展起来的对流云层 因为最重要海面水汽进到陆地的时候 跟地形的垂直作用 产生了整个台深明显 所以在南高屏三个地方 今天到今天晚上之前 都要特别注意 使得有局部性的 比较大的雨势出现的机会 那中部以北呢 最重要就是在于说 中午以后的山区的 午后热对流的降雨 而这样的环境场 什么时候会改变呢 要等南边的这个低压系统 离开之后 我们的天气形态来说 风场开始变南风 就要改变了 所以在明天开始 我们就会有所一些转变 就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的地面天气图 今晚地面图可以看到 北边的小低压系统已经离开了 那相对的 在我们还在一个大的环境的 低压带下的时候 水汽仍然有 不过明天的降雨状况 随着逐渐减少 偏向于有点午后震雨 到了后天 我们的风向开始 随着高压势力的升过来 变为南风上来 温度形态来说 从礼拜天以后开始 一直到下周三 都是高温而炎热的天气 中午都达三十四五度 那午后震雨是山区的部分 会发展 那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温度状况了 白天云多 中部以北的话 是属于午后震雨 高温在三十二 南部地区云层多之外 零星的震雨状况明显 尤其是南高平三个地方的朋友 在今天都要特别的注意 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水汽 进入陆地 跟陆风这样符合作用 产生沿海的降雨明显 东半部地区 只有零星的降雨 在山区的部分 外岛地区倒是在下午以后的 午后震雨相对会偏多 小丁临两件事情要提起 最重要就在于 南部低洼地区的朋友 要盛防淹水的事件发生 因为大雨来的时候 排水系统会来不及排 要特别留意疏通水沟 还有溪水容易暴涨 在礼拜五的时候 在西边活动的朋友 要特别的小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